歡迎各位知有全面鑽牆 6月5日星期一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美國海軍在今天發佈了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在台灣海峽拍攝的 從片中就可以顯示 美國海軍的第七艦隊 導彈驅逐艦中雲號 是遭到了中國海軍驅逐艦蘇州號 試圖近距離攔截 兩艘軍艦的距離是不到137米 差點發生了碰撞 第二單消息 大陸戰狼學者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房兵 發表了驚人的論述 他宣稱 中國為了武通台灣 是可以不惜將200座城市 不要 淪為廢墟 和美國玩 一起回到石器時代 他這番言論遭到了大陸網民的討伐 在講到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億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在台灣海峽 差點發生碰撞的 那單事件是怎樣的 美國海軍在今天就發布了一段影片 顯示 在台灣海峽 發生了一宗 所謂的 不安全互動 從片中顯示 一艘大陸軍艦 052D 蘇州號驅逐艦 就在敏感水道上 從美國驅逐艦 中雲號的前方 越過 幾乎是 成九十度角的兩艘軍艦 當美軍的驅逐艦 一路向前行之際 突然之間 前面殺出了一艘 蘇州號 第七艦隊表示 當時 導彈驅逐艦中雲號 以及加拿大皇家海軍 護衛艦 蒙特利爾號 在6月3號 即是上星期六的時候 根據國際法 在公海航行 和飛越自由的水位 對台灣海峽進行了 例行的航行 當時 有一艘中國軍艦 就在美國的軍艦前方 撤入 距離 不超過150碼 即是撤盒大約137位 這在航行距離上 是極近的 如果美軍 那艘軍艦 是加快速度來航行的話 就已經 兩艘軍艦雙碰撞了 現在沒有啊 幸好 如果不是 就分分鐘搞到擦槍走火 好了 從美軍發布出來的那段影片 就可以聽到 美軍用英語 顯然向大陸軍艦 發送無線電的訊息 警告大陸軍艦 不要試圖限制航行自由 但是由於風聲太大 就不太聽得清楚 究竟確切的用詞是怎樣的 就著美國對於這次事件的批評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在今天就表示 中國軍隊依法依規 開展海空現場應對 相關措施是完全專業合理的 也是合情合法的 而在6月3日的晚上 大陸軍方指責 美國和加拿大的 所謂聯合航行 是公開炒作 並且聲稱 有關國家在台海地區 有意製造事端 蓄意挑起風險 惡意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的訊號 但是 現在從影片當中可以看到 是大陸那艘軍艦 在美軍的軍艦航線的 前方 駛過 美軍很厲害 他們不願意 改變走線 照樣是打直行 人家一直都是採取走線 大陸的軍艦就在人家的走線前方 打橫駛過 大陸就認為 這是屬於美方蓄意挑起的風險 人家怎麼挑起呢 當然在大陸的眼中 任何 外國軍艦洗穴 這個 台瀾海峽 都可能被他當成是挑起風險 他打橫走 就不屬於是挑起風險 大陸的軍事評論員 宋中平 就跟路透社的記者說 這一種解放軍的 近距離難節 就是中國海軍能力 和勇氣的體現 美國的挑釁越激烈 中國的反制措施 就會越強硬 換言之 現在大陸就揭開了序幕 將來類似這些 所謂的攔截事件 可能是無日無知的 差在幾時 有一次 就是會合在一起 今年5月26日的時候 一架大陸軍方的 1016戰機 在南海國際空域 以不必要的危險動作 攔截了美軍的一架偵察機 美國智庫組織 蘭德公司的高級防務分析師 格羅斯曼就說 在他看來 大陸方面已經指示了解放軍的部隊 對大陸方面認為 正在入侵的美國和盟國部隊 做出更加果斷的反應 這種指示 只會增加了中國誤判的機會 也就是 船隻或者飛機的意外相撞 這些都有可能 演變成為武裝衝突 在2001年的時候 一架大陸的軍方千八戰機 在南海上空 以不專業的危險動作 攔截了一架美軍的偵察機 結果兩機都是發生了碰撞 美軍偵察機 被迫緊急降落在海南島 而大陸軍機是機毀人亡 其實那一次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大陸的反應都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當時就是 江澤民當政 大陸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相對比較好 再加上當時 美國有份推動大陸 進入世貿組織 所以當時就算發生了這些事件 又或者再之前發生了這個 美軍戰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事件 也好 但是 由於最終 兩國都是要 加強貿易往來 加強經濟方面的利益 所以 這些東西 擺在一邊 雖然大陸都有擺出的姿態 很強硬的 但是 始終在22年前的大陸來說 做生意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 這些的爭議 就沒有延伸很久 但是今時又不同 往日 現在中美交互了 萬一 真是發生了這些軍機 或者是軍艦碰撞的事件 就真的有機會 演變成為擦槍走火 如果 在管控規模升級方面 沒有做得好 最終 真的有可能演變成為 戰爭也不奇怪 但是 到最後也要看看大陸 究竟 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現在大陸當然就是 有很多的政策措施 被人見到 積極地備戰 而且在行動上 我也同意 大陸是越來越大膽的 無論是 橫台灣島的軍演 或者是現在這些 攔截的事件 越來越多 或者是超越台海中線 甚至乎大陸的軍艦 使得過台灣東部海峽 這些是 越來越大膽的 比起以往來說 以往的規則就是 潛規則 沒有說明文規定 台海中線就是一個界線 大陸方面 不會無端白事穿越過去的 現在不是的 穿越才是常態 這個就是所謂的新常態 但是 一旦真的 發生碰撞的時候 是不是就等於 一定會引致到直接開戰呢 我也有保留的 這個始終要看大陸的意願 他現在擺出的姿態 一定很強硬的 但是 大陸自身 究竟準備好 迎來一場戰爭沒有呢 我是很懷疑的 我相信到現在這一刻都沒有 而做這樣的戲碼出來 無非就是要向大陸的民眾有個交代 也可能有部分的軍官 他的戰狼色彩越來越強烈 越來越濃厚 可能是為了迎合上議 好像外交部的官員那樣 但是 一旦真的碰撞了 是不是就會 說綁一聲打仗呢 我也有保留的 因為這樣就等同於大陸 直接向美國挑機 而美國的軍事實力 我相信大家也不會有什麼懷疑 尤其在這次的 攔截事件當中 其實 那一艘中雲號驅逐艦 並沒有改變到航向 因為他是一直 照樣向前走 沒有說因為 看到有人真的攔截 於是乎馬上就扭軚 沒有的 這就顯示出 美國在軍事上 不用射大陸 而且純粹就著這次攔截事件來說 美軍其實沒有改變過自身的航行走線 而忽然之間有另外一艘船 在美軍的前方出沒 無論如何都是那艘船不穿 哪怕那艘是軍艦也好 漁船也好 盜輪也好 是那艘突然殺出來的 是不穿的 因為這根本都違反了航行安全 就算一般民航的指引 也是這樣做的 你沒有理由 特意洗過人家的前方 當然 可能大陸要這次 特意製造一些懸疑感 交到 差137米 就碰撞了 我也懷疑大陸夠不夠膽 拍正在前方 然後不動 其實是可以這樣做的 當然現在就沒有做到 在他前面 一一一一洗走了 我們又去看看 大陸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 發表的重要演講 是說些什麼 李尚福提到 中國和美國 如果發生激烈衝突的話 將會是世界 不可承受之痛 即是說劇痛了 全世界都會 李尚福又說 有些國家正在亞洲 加劇中軍備競賽 但是世界是足夠大的 可以容納中美共同發展 兩個超級大國 就應該尋求 合作共贏之道 另外 李尚福在講話當中 很多時候都沒有直接提及到美國 就說有些國家 加點點點 他又提到有些國家 肆意插手 別國內政和地區的事務 而中國卻不能 讓美國在多個地區 發動顏色革命 以及代理人戰爭 這些事情 不能在亞太地區重現 他就說 不可承受之痛 這算不算是一個威懾呢? 是不是俄老式的威懾 核威懾 不可承受的痛 中美一旦 開戰的時候 是不是會演變成核大戰? 他是不是想暗示這件事呢? 我不知道 大家都只能從 自女行奸推斷 另外 李尚福提到 他說 決不能讓顏色革命和代理人戰爭在亞太地區重現 如果他說代理人戰爭 尚且明白 在大陸眼中 一旦大陸要發動武統台灣的時候 如果台灣有其他西方國家在背後撐腰 就代理人戰爭 就像現在烏克蘭 實際上俄羅斯也不是跟烏克蘭打的 那些軍備大部分都不是烏克蘭製造的 就代理人戰爭 這也是上次可以理解 但是顏色革命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了 顏色革命 台灣不會是顏色革命的 台灣本來到現在還是有十幾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家是聯合國成員國來的 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 而中華民國繼續在統治台灣 在搞國級的選舉 甚至台灣的總統 其實 他叫做中華民國總統 這家超過120年的老店 何來什麼顏色革命呢 他不是顏色革命來的 他不需要革命 他的革命早就已經在1911年的時候 搞了就沒有槍起義 那何來顏色革命呢 沒有革命呢 還怎麼革命呢 雖然大陸一定不會承認中華民國是繼續存在的 但是客觀的事實 就是中華民國 他有自己的 國旗、國號、國徽、憲法、法律、制度、貨幣 有他的政府 你不承認 他也存在的 是不是 不需要通過這些顏色革命 另外 被問及到台灣海峽問題的時候 李尚福表示 是一些域外國家 在加劇地區的緊張局勢 他重申 台灣問題 是中國 核心利益當中的核心 任何虛化液的中國原則行徑 都是荒謬和危險的 大陸經常強調 譬如說有一宗原則 但是 西方民主國家陣營裏面 絕大部分的國家 其實他們所承認的不是一宗原則 而是一宗政策 有區別的 當然 有些阿非拉國家 支持大陸的一宗原則 一宗原則 就是說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台灣 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他們的神聖領土 這就是一宗原則 有些 阿非拉國家也同意的 但是 那些西方民主大國 他們所奉行的就是一宗政策 其他的不要只說美國 在中美聯合公佈裏面 大陸經常都說 明明美國政府承認了中國的立場 即是只有一個中國 而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為何現在反口 但是 美方的觀點又不是這樣看 根據 卡特總統時期的 副國務卿 克里斯托弗 他曾經在79年參議院聽證會上說 美國是 中國認為台灣 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 Aknowledge 即是認知了 知道了有這件事 但是美國並沒有 Agreed 沒有同意到這個立場 所以這個Aknowledge 別人就說 不等同於是Agreed 就是這一點不同 大陸就說你承認的 別人說不是承認的 沒有同意的 我認知到有這件事 認知到這是中國 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 如果別人是同意這個觀點 後來又怎會通過一條法案 就是台灣關係法 而根據台灣關係法 又要對台授武 又要搞美國在台協會等等 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 其實只有一個拗字 其實是 如果別人根本不是認同所謂一中原則 那就不存在什麼虛化 因為別人是一中政策 好了 李尚福最後提到 中方是願意 用最大的誠意 盡最大的努力 爭取和平統一 但卻不承諾 放棄使用武力 即是說和平不得就武力了 如果有人膽敢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中國軍隊是不會有絲毫的辭意 不畏懼任何對手 不管付出多大代價 都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 他不見大陸 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有同等的尊重 這件事被俄羅斯侵略了 好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另一宗消息 大陸的戰狼學者 國防大學教授房冰 針對武統台灣 放出了一段狠話 現在在網絡上被封傳 房冰教授 怎麼說呢?他教學生什麼呢? 他說中國是可以拿出200個城市不要 和美國玩 一起回到石器時代 美國這樣嗎? 此言一出 馬上引起輿論的震動 很多大陸網民 出來指責他 反擊他 說這200個城市 包括你房冰教授生活的城市 這些代價是否包括你本人來承受呢? 這些東西都說得出來 簡直就是流民和土匪的氣碼 那就是被人炳得很厲害 因為沒有一個人 在大陸在大陸 是願意承擔這些戰爭風險的 尤其是白白犧牲的 跑去做炮灰的 為什麼呢? 找來搞的 其實現在這些戰狼 語不經人勢不憂 不斷地鼓吹戰爭 其實都是很不合理的 尤其如果他們在外國的社交平台上發表 是應該將他們剷除的 不要做不做 不應該剷除的就剷除 這些鼓吹戰爭 兒童是會遭到屠殺 婦女是會受害的 這些任何一場戰爭都是 無可避免的事情 還有些人在鼓吹 是不是應該要加緊一點? 言論自由不可以讓他們這樣拿來濫用 這些不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你在鼓吹戰爭 在鼓吹反人類的罪行 完全離譜了 甚至乎這些人在大陸 都被網民丙他 口誅不伐 罵得對 而且那些網民還將他翻舊 就說原來在三年之前的2020年6月 這個防兵教授就不是戰狼上身地說話 當時他接受廣東廣播電視台政論節目 全球零距離的採訪 主持人拋出的話題 中國解放軍 海軍的硬實力 超越美國海軍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防兵教授當時立刻就駁斥了 你這樣說 純粹是 核扯 就是你胡亂吹 如果你說這個時間是100年200年 那就有可能 是時間的問題了 如果你說的時間是10年20年 中國海軍硬實力是可以超越美國海軍 這些純粹就是核扯 美國到底有多少條的軍艦 多少艘的航艦 而中國又有多少條軍艦 多少艘的航艦 美國有多少艘的核潛艇 中國有多少艘的核潛艇 而這個全量我們更不要去說 當時防兵教授 哇 出來斬釘截鐵 你如果給100年 就是一個世紀的時間 你就有機會超越了 就是有時間了 短時間之內不會了 是不是 他當時還強調說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一再都說了 我們中國有些媒體 不要打雞血 不要天天為我們的年輕人 打雞血 打雞血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些網絡用語 潮語 就是說你不要使得 那些網民太過亢奮 打雞血就是使得他們衝了血 衝了頭腦 這些東西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我們還是踏踏實實地 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一步一腳印地向前走 哇 當時他多麼理性 是不是有說這些說話 短短的三年期間 他就搖身一變 成為軍事戰狼 那是沒有他的 他講這些 很明顯就是為了迎合上意 在亂拆鞋 說出來他現在講的 他自己也不相信 你說拿回他當時可以這麼理性地 駁斥這些打雞血的言論 他自己也不相信 海軍實力也自己說 一個世紀的時間才有機會扯平 你現在還說可以走去 什麼 可以犧牲兩百個城市不要 都要武統台灣 解放台灣 還要帶美國回到射氣時代 其實防兵 今時今日這番的言論 就等同於是一個威脅 就是說不惜代價和你打核戰 都要武統台灣 他說兩百個城市不要 其實這件事以往有些大陸戰狼都說過了 就說西安以東 都可以 化為灰準 淪為廢墟 這就是大陸可以承擔的代價 都要武統台灣 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說出來可能有部分人很亢奮 想三一層現在大陸的網民開始 不是這樣看 一看到這些言論 每個人都出來就 因為看到烏克蘭 和俄羅斯 這個前居之鑑 真的有機會一打氣仗上來的時候 抓狀丁推到前線送死 每個人都怕 之前有很多人發牙痕 其實附和這些言論是居多的 現在不是了 變成理性的人越來越多了 因為當這個風險 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有機會在現實世界當中發生的時候 那些人不是跟你在這裡 打飛機、吹水、亢奮、打雞血 不是了 每個人都說NO 因為他越說越激進 又犧牲了二百個城市 又說一起回到石器時代 那你豈不是應驗了我恩斯坦說的那句話 他就說第四次世界大戰 就是用木頭和棍棒來做主要武器 因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定是核大戰 什麼都沒有了 分分鐘懷疑有沒有第四次世界大戰可以出現 所以 這些言論 給大陸的網民批評 就對了 而且 煩惱這些人在外國的平台 比如說Facebook、YouTube 這樣來講的 應該要管制他才行的 不能夠讓他這樣發暗風 離譜了 鼓吹戰爭的言論是可以讓他講的嗎?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